1973年国际功夫巨星李小龙拍摄死亡游戏期间 猝死于丁佩家中震撼全球影迷 死因至今近50年仍是一团迷 不过近日 有西班牙最新医学研究报告推测称 他是因为水中毒而死 西班牙专家在12月7的《临床慎藏》杂志发表报告 李小龙官方死因当时公布是脑水肿 正常人脑中三磅 根据发表数据 李小龙当时脑中3.5磅 专家指出李小龙当日似乎摄取了过量的水 因此引发了滴血纳症 研究报告认为 李小龙做了很多扰乱正常水分平衡的事情 包括长期大量饮水喝果汁 这令他对滴血纳症更加敏感 以此情况 身体吸收过多水分导致恶心头痛 静攏意识模糊疲劳 癫痫发作等症状 更严重会导致脑部迅速肿胀 陷入昏迷甚至死亡 报告在总结部分里提到 李小龙曾在访谈中提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是 净空心思不要流于形式 要像水一样 把水倒入杯中就变成杯子 把水放入茶壶就会变成茶壶 水可以流动滴落或是碰撞 所以活得像水一样吧 我的朋友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过量的水 才夺走了他的性命 编辑断血盈